法国航空员工不满公司发展廉价航空 双方在周末谈判破裂 工会因此发动大规模罢工 至少有60%及时参与 使得发航被迫取消一半以上的航班 且与其情况将持续恶化 北韩为理会美国政府求情 14日宣布将声称寻求庇护而入境的美国公民米勒 判处劳改6年 宣称她对平壤当局采取有敌意的行为 美国一名女子13年前辗转拿到一张 遗落在911事件纽约世贸大楼遗址中的婚礼照片 她与照片中的人素媚平生 但仍下定决心要找到照片主人 就在911恐怖攻击事件届满13周年后完成心愿 将照片误归原主 但最令人高兴的是 照片中包括新婚夫妻在内的6人都还活着 9月15日是日本晋老节 日本总务省统计指出 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有3296万人 创新高 预估到明年 预80岁高龄人口将突破千万 新唐人台电视整理报道 回到此地上